体坛家常认恶奇尔退出德国国家队事件,成为仅期热点。 恶族的经纪人色余特也多次与德国族血互相攻击,真是对方的错误。 目前正效益上海绿地深花的灯巴巴,也对恶奇尔的经纪人色余特表示了支持。 塞内加尔人称色余特是真正的男人,向他致敬,表达了自己般种族歧视的立场。 中超专题空口之王登巴巴恶奇尔因为世界背嫌,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奥和尹印发了德国族血和部分德国媒体的不满,尤其是德国队在俄罗斯世界背上惨败后,对于恶奇尔的批判达到顶点,出于不满。 强硬的恶奇尔随即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,并抨击德国族血,对他存在种族歧视的行为,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。 带人掌门人赫内斯又站出来,批判恶奇尔是德国对等软肋。 登巴巴为恶奇尔发声对于这样的言论,恶奇尔的经济人侧与特进行回击,他抨击赫内斯只是想转移化其,掩盖德国现在存在的融族歧视问题。 他还讽刺赫内斯不但是自己的尺俗,更是德国足球和德国人民的尺俗。 这样的言论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,其中就包括中超外员登巴巴。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,我不认识这个经济人,但是我非常尊重他能保护球员的举动。 他不怕牺牲未来与伴员做交易的机会,尊敬,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 登巴巴在两年遭遇断退重伤,在夏季刚,刚回到申花,回归守战与泰达的比赛中,登巴巴就打入唯一进球。 如今对于恶奇尔事件表示支持,也看出他对种族歧视的坚决反对。 Zen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